目前有一万名当地武装人员和约1500名外国武装人员在抵抗 激烈交火当中双方都使用了重型武器 据报道巴基斯坦军方表示这一次攻击行动预计将持续大约两个月 目标是清除南瓦基里斯坦地区的塔利班等武装 并最终控制这一地区 目前军方已经封死了塔利班的多条物资供应和逃跑路线 由于担心遭战火殃及 目前至少已经有10万居民撤离了战火地区 不过仍然有35万的平民冒死留了下来 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反台赴伊斯兰堡采访的记者李庆庆 庆庆你好 你好主持人 现在清早行动的最新进展是怎么样的 那么截止到今天当地时间的18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20点为止 据巴基斯坦当地媒体的报道说 军方已经宣布到目前在过去的24个小时 他们已经击毙了60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当然政府军也有一些伤亡 到今天为止有5人阵亡 有11人受伤 那么他们今天占领了有5个塔利班盘区的窝点 另外还控制了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是通向哈吉姆拉马赫苏德家乡的一个交通要道 他们已经在这个村庄设置了一个检查站 他们目前正在向这个马赫苏德地区的众生部分推进 那么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10万的难民从南瓦西里斯坦地区逃离 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 那么巴基斯坦政府已经开始对这些难民进行登记 他们将在登记以后将给每个难民发给5000卢比的救济金 那么这是到目前为止的这个军事行动的进展状况 据巴基斯坦军方的发言人说 他们在过去几年也进行过3到4次的这个军事行动 但是都是只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部分的成果以后 就停止了就停火了 这次军方发言人说他们一定要不胜不归 权领 那现在大家认为危险的地带有两个 一个当然就是前方交火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首都伊斯兰堡 因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在恐怖袭击之下至少已经有100人丧生 现在伊斯兰堡的安全局是怎么样 那么我可以给你一个数字 在过去两个月里 在过去的两年里 由于塔利班武装分子的袭击 在巴基斯坦一共有2250人死亡 而就在过去两周里 由于这个连续的爆炸事件和袭击事件 有170人死亡 那么的确如此 由于这个军事行动的产生 所以巴基斯坦的这个警方也进入了高度戒备 比如说我们今天凌晨到达伊斯兰堡的时候 从机场到饭店的大约十来公里的路上 我们就经过了四个警方的检查站 可以说戒备非常深严 而且我们在进入饭店以前 也进行了一次类似于机场安检的 那样的一个比较严格的安检 那么其实这个巴基斯坦警方 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相当一些成果 比如说今天他们在伊斯兰堡 三十来公里